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想教大家做一個簡單得來有原汁原味的番茄湯 先醃一下雞 加鹽 少許意大利香草 雞粉 甜椒粉 反面做同樣的東西 再用手慢慢揉勻 接一塊雞肉 用牙籤穿起 穿起後記得雞皮是向出的 雞放在一邊做個湯 滾水下番茄 滾30-45秒 番茄記得切十字 攤凍了 皮比較容易 切了番茄 不要硬 不要核 再加少許鹽 甜椒粉 洋蔥 拿去攪拌 攪到變成湯就可以了 好 開爐就下牛油 先炒香蒜蓉 炒到金黃色 下剛打好的湯 下黑胡椒 下芫荽粉 雞粉 少許香芹 還有記得加少許糖 關小火 煲20分鐘 那邊雞扒就下橄欖油 煎一煎 記得煎到皮金黃色 這樣就不要讓皮焦了 嘩 好大火 煎熟呢 放回湯裡 加少許芝士粉 蓋蓋 煲7分鐘 煎熟 圓食